再往下看第三组成 A矩阵B矩阵 两个对角阵 A和B 好咱们看怎么成 那么A乘B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是A1 这是A2 这是A3 没有写的都是代表0 这是B1 B2 B3 好那来了 那它俩是3乘3的 当然可以成了 成得的结果还是3乘3 三乘3列 它的第一行成第一列 成得结果放在新的第一行第一列 所以是A1B1 第一行成第二列没有了 那是0 不写了 第一行成第三列又没有了 那还是0 那有0 所以这都是0 没有了 那么第二行 这个是个0 0成谁都是0 所以也不要了 那么这个数成它 成的结果是谁 A2B 一字类推 最后一个是A3 B3 大家老老实实的给我背一下 矩阵相乘 承担的结果应该是它 那么这个结果有什么规律呀 大家看 两个对角阵相乘 对角阵A 对角阵B 它们承 承担的结果 是不是还是一个对角阵呀 并且这个对角阵有什么规律 是不是就是拿 它这个元素A1 跟B1乘 成的结果 摆A1B1呀 它这个A2 跟B2乘 成的结果 A2B2摆这个呀 这个那呢 A3和B3乘 成的结果 A3B3摆这个地方呀 那么同理 大家就想了 B乘A 是不也是两个对角阵相乘啊 那么这两个对角阵相乘 按照这个规律 是不也是对角阵上的元素相乘啊 好 那来一下 那应该是谁呀 B举正在前面 是不是有个B1呀 所以是不是B1乘A1 然后是B2乘A2 然后是谁呀 B3乘A3呀 仿照上面的规律呀 你看 A乘B 那是A1B1 A1B1 A2B2 A2B2 A3B3 A3B3 你现在这B乘A 是不把B摆前面了呀 所以这B1A1B2A2 B3A3 那我们发现了 B1A1和A1B1 B2A2和A2B2 B3和A3和A3B3 是不是完全一样啊 所以发现 哎 是不是倒出来了 A乘B 跟B乘A怎么样 是相等的 哎 所以我们发现了 两个对角阵的话 他们两个相乘 谁乘谁都一样 并且是怎么乘的呀 并且那个规律就是什么呀 就是对角线的元素相乘 摆在相应的位置上 这个地方得记清楚呀 好 那么AB等于BA 在代数里面叫做AB可交换 知道一个名称 人家说到AB可交换 指的就是AB等于BA 那么在咱们书上 也有可以翻一下 就是举阵的乘法 乘法运算 看33页 33页 最上面的第二行 对于两个举阵 如果AB等于BA 称AB可交换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两个对角阵之间怎么样 可以交换啊 A乘B等于B 这是对角阵哈 对角阵可交换 并且两个对角阵在乘的时候 什么规律呀 就是它的第一个元素乘第一个元素 乘它的结果摆在这个第一个位置上 它的第二个元素乘第二个元素 乘的结果摆在第二个对角线上 然后依次累退这样摆呀 好 我们通过这三个题 就帮大家把举论的乘法一方面练了一下 同时又把若干的注意点和结论 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所以乘法一定要亲手练一下 好 这是例三 再往下看 方阵的密的问题了 有了矩阵的乘法 当然可以定义方阵的密了呀 什么叫方阵的密呀 那你看 如果A是一个N阶矩阵 那么我们称A的N次方 就是谁呀 就是一个A乘一个A 再乘一个A 一天往下写 乘A 多少个呀 N个呀 那就是N个A相乘啊 那这样就是什么呀 那它就定义为 这个方阵A的密 那显然只有什么决定才有密呀 方阵呀 一定是方阵和N阶 方阵才可能这样连乘啊 你不是方阵肯定不能乘啊 不能连乘啊 好 就是说方阵的密哈 A的N次方就是N个A相乘 但是重点是什么呀 如何求这个A的N次方 这个呢 咱们放在待会儿的例题中 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何求它 这是重点哈 求A的N次方 这是一个重点的问题 小题比较频繁考的 一会咱们再说 通过题目来解释 怎么求A的N次方 好 这是方阵的密 那么在咱们教材上就是33页哈 看33页最下面的这三段 说有了矩阵的乘法 就可以定义矩阵的密 怎么叫 什么叫密呀 哎 这都有一大堆的东西哈 好 再往下 叫转制的运算 什么叫转制 来看一下 啊 在咱们书上 你注意哈 书上的33页哈 最下面写了一段话 说矩阵的乘法 有着许多方面的用用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就是例二和例七哈 那么这个例二呢 你可以不用管它哈 例七 这个地方可以读一下 它是为了后面的方针组 做服务的 好 然后我会翻 翻到36页 第四个标题 叫矩阵的转制运算 看 什么叫转制呀 M乘A的矩阵 A 这都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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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A的矩阵 把它的行跟列颠倒一下 第一行 变什么呀 变第一列 然后第二行 然后呢 变这个第二列 变第二列 然后呢 DM行 反而变成DM列 这样 行列颠倒之后 得到的矩阵 原来是M乘A 颠倒变成什么呀 A乘M了呀 行变成列 列变成行了嘛 这样颠倒之后的矩阵 称为A的转制矩阵 即为A 上面写个大T 就是AT的形式 表示转制 行列互换 就是转制的嘛 那么再看 如果说 转制跟它本身相等 就是满足AT等于A 它转制之后呢 没有变化 这种矩阵叫什么呢 叫做对称矩阵 如果说 它的行 变成列之后 它给原来的矩阵 差个负号 AT等于负A 那么这种矩阵 叫什么呢 叫做反对称矩阵 所以这又是两个 特殊的矩阵 对称阵 和反对称阵 尤其是到了 后面的第五章 讲到了相似二次行 都是这个什么呀 都是对称阵 所以咱们 这有特殊的矩阵 都得知道 零矩阵呀 然后呢 单位阵呀 然后这个还是什么 对角阵呀 然后是对称阵呀 反对阵阵呀 这个定义得知道 好 这咱们提到的 由转制所引申出来的 对称矩阵 和反对称矩阵 那么在咱们书上 就是37也可以找 37历久的上面 历久的上面 有这个介绍呀 说满足转制等于A的 叫对称阵 反过来满足转制等于负位的 叫做反对称阵 书上没有写反对称阵 咱们给你写出来了 那再往下来看 转制的运算规律 性质 这个呢得要需要记忆了 记忆 第一组公式 A的转制再转制 那你想一想 转制意思把行变成列了 再转制是不是又把列变成行了呀 所以又回来了 所以AT再T等于A 然后一个常数乘矩阵再去转制 等于常数搬走乘以A的转制 A乘B的转制等于B的转制 乘A的转制 A加B的转制等于A的转制加B的转制 那么这四条叫转制的性质 咱们接下来还要谈到什么呀 还要谈到伴随的性质和逆的性质 所以咱们第二章 这个地方公式法则特别多 三组公式 转制的这四个公式 和伴随的四个公式 和逆的四个公式 希望大家咱们学完之后 这三组公式千万不要搞混 要知道 转制有什么公式呀 这个伴随有没有呀 如果有 发没发生变化呀 如果没有 为什么没有呀 想清楚这个原因呀 好 这是转制的性质四个得记住 然后再来看见到例题 例四 例四就是咱们书上三十七页 三十七页的例九 例八 自己把它练习一下 重新来复习一下 矩阵的乘法 例八和那个题 例九 咱们看这个证明题 说矩阵X是X1X的转制 其实这是什么呀 它是不是加了个转 是不是一个列呀 其实是个什么 是个列相量的形式嘛 是个列相量 相当于是不是X怎么写呀 相当于X都这样写嘛 X1 X2 XN 本来是横着写 你加个T表示表示竖着写呀 那不这样写嘛 X1 X2 XA嘛 它其实叫什么呢 叫列相量啊 当然也是矩阵了呀 好 说满足 那大家看了 它是一个列 咱们刚才讲的列呀 是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呀 一列乘一行 是什么呀 一列乘一行 是不是一个矩阵呀 一行乘一列呢 是不是一个数呀 你看这个地方 满足X的转制乘X等于1 是不是就是咱们所说到的行在前列在后这个规律呀 所以如果X是他的话 我就问了 那么XXT和XTX这两个谁是方正谁是数呀 来看 上面这个斜法 是不是列在前呀 列在前行在后是个什么 它是个方正呀 而下面这个斜法呢 是不是行在前列在后是个什么呀 是个数呀 所以咱们书上写到了 看 是不是XTX等于是个数呀 这一点千万不要搞混呀 所以咱们讲列二 就是要用到这个地方了 好 来看 这个数等于1 并且大H等于1-2XXT 那你看 既有XTX也有谁呀 XXT 这个是数 这个是方正呀 一个矩正呀 证明大H是对称正 并且证明大H乘HT等于单位矩正义 好 那咱们来证一下吧 先证它是对称正 想证它是对称正 得按照对称矩正的定义呀 是不是证明大H的转值等于它自己呀 好 来试一下 那么H的转值就是 H是谁呢 H是E再减去 二倍的XXT再去转值 好 开始被转值的性质了 是不是A加B的转值 等于A的转值加B的转值呀 所以它就等于单位矩正的转值 再去减去二倍的 然后呢 是不是XXT再来个转值呀 好 再往下走 等于谁 单位矩正它再去转值还是谁呀 还是它本身这一点啊 常识 还是等于E 然后再减 常数乘它 你怎么办呢 常数搬走 是不是二倍的XXT再来个转值呀 好 再往下走 等于E 减二保留 那么看成A乘B呀 A乘B的转值等于什么呀 等于A的转值再乘 等于B的转值成A的转值呀 你看咱们前面讲的 这个转值运算 看 A乘B的转值是不是BT乘AT呀 所以来 所以把前面看成A A乘B的转值等于 是没有等于B的转值再乘A的转值呀 好 再写 等于E再减二倍的 那么转值的转值是谁呀 是它本身呀 X保留个谁呀 XT 这刚好是谁呀 这不刚好是你的大H吗 所以写成谁了呀 写成了大H 所以发现了 野几 是不是H的转值 等于H字几呀 所以H是什么呀 实对称正嘛 所以它是个对称举正嘛 所以你看 就是这样来呀 主要考大家转值的性质 第一条看成A加B转值 第二条这个地方看成 常数乘它 常数搬走 第三个 A乘B的转值等于B的转值 乘A的转值呀 第五个 转值的转值等于它本身呀 所以都是反反复复来考大家 这四个性质 转值的转值是谁 常数乘矩阵的转值是谁 A乘B的转值是谁 A加B的转值又是谁 所以这一个题 把这四个公式都考进去了 好 第一问解决了 那么咱看第二问 第二问呢 是要你证明 H乘H的转值 是等于这个E的 好 咱们试一下吧 证明这个第二问 并且 H乘H的转值 根据第一问知道 H的转值就是H呀 所以等于谁呀 等于H的平方 H就是谁呢 H就是大E 再减个二倍的X 然后XT 它的平方 那平方是不是认为是两个相乘啊 它两个相乘 所以呢 这来个平方也行 好 那咱们写一下吧 它就等于起来呀 你也可以这样来写嘛 写成E 减2XXT 再来个E 减2XXT嘛 好 来乘开 等于多少 好 那么这个E 乘这个E是E的平方 单位矩阵 它的对角线都是1 它去转值是它本身 它乘平方还是它本身呀 所以这还是谁呀 还是单位阵 单位阵 单位阵的平方还是它自己哈 然后这个单位阵是和它乘 注意 单位矩阵它比较特殊 单位矩阵 它跟谁乘 都相当于没有乘哈 E乘A等于A乘E 还等于A哈 这是单位矩阵的一个非常好的性质 咱们用一下 单位矩阵 在乘法中 就相当于那个 常数里边的1的作用哈 1乘谁 都等于谁乘1 都等于 像这个1没有乘嘛 所以单位的也有这个功能 所以单位 这个单位的乘后面相当于没有变 所以再减个谁呢 减个2XXT 好 再看这个地方和它乘 又没有变 减个2XXT 再加上一个谁呢 是不是再加上一个 这个应该是2XXT 再乘个谁呀 再乘个2XXT 先成它了 再往下来 那就等于E再减个4XXT 再加22得4 四班走 四班走之后是谁呢 是XXT再乘以XXT 好 在里面有好多X又有T 那不要搞混 怎么办 虽然咱们知道 矩阵相乘 没有交换率 A乘B 不一定能写成B乘A 但是有谁呀 有结合率呀 那它们四个乘 我可以先上中间的两个乘啊 它俩先乘 那大家想 它俩相乘等于几呀 看 是不是等于1呀 这是个数呀 所以你俩相乘是等于1的 用条件 那就写成谁呢 E-4XXT 那么你俩相乘等于1 这个1当然可以不用写了呀 再加个谁呀 再加个4XXT 所以等于多少 等于单位帧 所以你发现了 H乘H的转质 成的结果是单位帧 实际上 我们后面会明白 一个矩阵 乘它的转质 如果等于单位帧 其实我们就称什么呢 就称这种矩阵 叫正交矩阵 正交阵 正交矩阵 这个到了后面 二次行中 经常用这个正交矩阵 所以它也是一个特殊矩阵 什么是正交矩阵呀 满足自己成转质 等于单位阵的 这种矩阵 叫正交矩阵 所以咱们这个题 歷久 其实这个大H 就是一个正交矩阵 这样说 好 这就是咱们谈到的 这个转质的问题 转质的问题 咱们这个教授的历久 那么再往下看 第六个问题 最后一个了 叫方正的行列式 在37页 第五个标题 什么叫方正的行列式 回想 行列式一定是方方正正的 几行几列 然而举正 它不一定行列相等 所以只能是那种方正 就是方方正正的那种矩阵 才能谈行列式 看 N阶矩阵 就是N行 N列的矩阵 它的元素 构成的行列式 称为这个方正的行列式 即为 不是绝对值A 而是A的行列式 这不是绝对值 是行列式的计划 所以你看 这就是37页 咱们写到的 定义6 N阶矩阵 一定是方正才可以 方正才能去做行列式 N阶矩阵 N阶方正 它的元素构成的行列式 位置不变 称为这个方正的行列式 这样来谈 好 那么再往下来看一下 关于方正的行列式的性质了 第一个 A的转制的行列式 和A的行列式 是不是相等啊 为什么相等 行列式的性质 大家想 我们讲行列式的五大性质 第一个怎么说呢 是不是行列式的行列对调 行变成列 列变成行 是不是行列式值不变呀 那你看 A和A的转制 不就是把行跟列颠倒了下来吗 所以这就显然成立 行列的性质 再看第二个 K乘A的行列式 等于谁 那你想 K乘A是怎么成的呀 这个地方是不是 先让K乘A 然后再取行列式呀 大家想 一个常数乘矩阵 是不是应该是 这个常数乘这个矩阵的 每一个元素呀 是每一个元素都得乘啊 于是这样乘的结果 是不是这个矩阵的 第一行有公因子K 第二行有公因子K 第三行也有公因子K呀 然而 再取行列式 按照行列式的观点 第一行有公因子 踢走一个K 第二行有公因子 踢走一个K 所以 踢了多少个K呀 踢了N行的K呀 所以是谁呀 K的N次方A的行列式 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哈 你K乘A是这样说的 所以K乘A的行列式 这个K往外搬走 是要搬K的N次方的 特别的小心 第三个 A乘B的行列式 A乘B的行列式 就等于A的行列式 乘以B的行列式 这一条 咱们书上38页 有证明说 我们仅证明第三个 就是这个行列式 就是这个地方哈 注意这个地方 咱们不要证明 咱们只要这三个性质 转制的行列式 跟它本身的行列式相等 一个常数乘它的行列式 等于常数的N字方 乘以行列式 A乘B的行列式 等于A的行列式 再乘B的行列式 就这样来说 但是特别要注意一条 谁呢 A加B的行列式 A加B的行列式 它是没有公式的 A加B的行列式 绝对它是不能写成 A的行列式 再加个B的行列式 这是不等的 为什么不等 比方说 大家想 什么叫A加B呀 咱们举个二阶段 假如说A举这 假如说叫什么呀 叫A1 A2 A3 A4 那B举这呢 也许它是同型啊 叫B1 B2 B3 B4 你这样一加 加的结果按照加法运算 是不是 应该是A1 加B1 然后是A2 再加B2 然后是A3 再加B3 然后是A4 再加B4呀 好 你发现了 两个举例相加 是每一个元素 都得加在一起 然后 你想 那么A加B的行列式 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地方 拿过来 A1 加B1 A2 加B2 A3 加B3 然后A4 加B4 它是这个行列式 而根据行列式的性质 它的第一行 看成两个数相加 是不是一个行列式变两个呀 在变的过程中 谁不能动啊 是不是第二行不能动啊 所以是A3 加B3 A4 加B4 它不能动 第一行 这个都要写个A1 这个都写个A2 还有再加个谁呀 再加一个行列式 是不是第二行不动啊 A3 加B3 是不是A4 再加B4 然后 这能写的谁呀 写这个B1 和B2 这才是行列式的性质呀 把第一行 拆开 第二行不能动 你发现了 这一个变两个 然后呢 然后这个行列式 第二行又是两个数相加 所以这一个又能分几个呀 上面这一个又能分两个 下面这个呢 是不是又能分两个呀 所以最终写全 这一个行列式变成几个行列式了 变成四个行列式了呀 所以当然不可能说 A加B的行列式 等于这个行列式 再加这个行列式呀 它有四个行列式呀 是不是让人讲啊 所以A加B取行列式 没公式 怎么办呢 考研中经常用到单位矩阵横等变形的一个技巧 这个地方咱们放在以后再去说 这个地方就一定有点是考研的这种题目了 就是比咱们平时的那种题要难一点了 用到单位矩阵横等变形 实际上说 总之你要记住 A加B的行列式 千万别写A的行列式 加B的行列式 这是错的 它没公式 没公式 好 这就是咱们谈到的这个方正的行列式 这样呢 咱们就把书上的教材上第二章 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全部结束了 第一小节谈到的是矩阵的定义 以及几个特殊的矩阵 第二小节谈到的矩阵的运算 包括什么运算呀 加法运算 述书乘运算 乘法运算 和密运算 以及转制运算 以及方正的行列式运算 所以有着若干个运算 那么在这里面 特别特别要强调的是 矩阵的乘法运算 怎么乘 一定要乘对 而且咱们举了三组立题 给你揭示清楚了 矩阵的乘法 有什么规律 没有什么规律 注意点是什么 要把它搞清楚 好 这样呢 咱们第一个话题 矩阵的基本运算 就到此结束 咱们休息一下 再去谈下面的伴随和腻的相关问题 咱们休息一下 不进步 然后再去谈下面的 我们先转白 Mirel